哈喽大家好,又是我们小家 随着龙珠故事的发展 悟空在修行中学会了很多招式 在龙珠的每个篇章中 悟空都会有所成长,有所收获 经常这些收获都是一些新招式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盘点 悟空生下那些好用又强大的招式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太阳拳原本是赫仙流的招式 利用身上的气转化成光 让敌人暂时失明 利用敌人失去势力的同时 采取快速攻击的手段 说白了,这一招就是像战场上的闪光弹 如果对手很强,那就用太阳拳逃跑 如果对手实力差不多 可以成功发动太阳拳的话 就能瞬间将敌人的实力削弱 然后马上攻击对手的弱点取得胜利 在23届天下第五道会上 悟空又对上天惊犯 但是不同的是 这次悟空在神那边受过训练 实力大增 而且也学会了天惊犯的太阳拳 在天惊犯使用了四身像的时候 悟空就发现了他的弱点 第一个弱点就是 天惊犯将三只眼睛变成了十二只眼睛 眼睛越多 本来是越能观察到战场上的战况 但是反光也出现了十二个脆弱的突破口 悟空则是用太阳拳将天惊犯暂时弄瞎 但是悟空也不着急将四个天惊犯打出场外 毕竟这实力确实不有那么急 能装就装吧 一顿嘴顿后 才将四个天惊犯打出场外 要知道悟空使出太阳拳的时候 已经在告诉天惊犯 我要打败你只是弹子剑的功夫啊 你就不必挣扎啦 悟空第一次使出太阳拳 已经是到了贝奇塔侵略地球啦 当时贝奇塔变身巨元 悟空已经不是对手啦 贝奇塔都那么强啦 再打下去也是徒劳 这时唯一能使出的招式 剩下太阳拳 悟空在巨元贝奇塔面前 一招太阳拳后 争取到大量时间聚集元气弹 可惜太阳拳的效果时间 没能维持太久 元气弹虽然聚集完毕 但是贝奇塔已经恢复啦 一个波就打散了悟空的元气弹 这元气弹都还没来得及丢呢 在前几期中 我们有提过悟空有几个相当特殊的技能 就是信电感应 这招信电感应 也不知道悟空是怎么学会的 或许这本来就是他与神俱来的特殊技能吧 在22届天下第五道会结束 大家准备去庆功 悟空忘了带他的如意棒和四星球 打算折返回去五道会领回 这时候克林至高朋友 悟空你就留在这吧 比赛已经很累了 我去帮你拿 当时悟空看着克林的背影 就感觉怪怪的 有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又说不出来 克林又说啦 没事很快就回来了 悟空和伙伴就只好先进去餐馆 点餐等克林回来 谁知道克林这一去相当久 大家都饿啦 这时悟空突然感应到 克林遇到了危险 就连忙跳下饭桌 赶往五道会现场 果然悟空的感应是没错的 克林就到在现场被灵谷给杀啦 这时悟空可能自己也没有发现有心灵感应这种能力 可能只觉得哪里怪怪的啊 就赶往五道会现场 没想到这感应还正灵验啦 这种奇怪的感觉 也发生在贵仙人和比克大魔王的战斗上 当时贵仙人为了封印比克大魔王 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然后体能消耗过度就倒下死去了 远在一方的悟空 也是突然感觉到很不舒服 感觉怪怪的 但又说不出哪里怪 起初好像只会因为身边的人被杀啦 悟空的心电感应才会启动 属于比较沉睡的阶段 后来经过训练开发沉睡的潜能 悟空这个心灵感应能力终于完全被开发 当时悟空乘坐一百倍重力飞船前往纳美克星 这一百倍重力训练 悟空一直发布攻击自己 然后让自己冰灵死亡 最后之下线斗满血复活 为什么这样训练呢 因为悟空发现自己冰死复活 战力会明显提升 无视之通发现赛亚人身体的秘密 这样的训练 不只让悟空能承受十倍戒王权 还开启了悟空心灵感应的能力 之间悟空到了纳美克星 战况已经发生到一半了 谁是敌谁是勇 可不可以找个人来给我一个懒人包啊 只见克林走到悟空面前说 让我来告诉你吧 悟空说 闭嘴 让我来心灵感应 只见悟空将手摸在克林的光头上 一幕幕克林在纳美克星发生的事 都可以被读取到 没过多久 悟空就知道纳美克星上发生什么事了 奇奇表示 这能力怎么那么恐怖 瞬间移动是悟空将亚德拉特星学回来的特殊技能 这应该是悟空除了龟派气功和远气弹外 最常用的招式了 因为真的很好用 所以瞬移也是悟空超高人气的绝招之一 亚德拉特星人的瞬移法 跟剑王神的瞬移是不一样的 剑王神因为宇宙管辖范围极广 所以要用瞬移这一招在星球间传说 而悟空的瞬移不一样的地方是悟空需要感知目标的气 而目标的所在地就是瞬移的目的地 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 悟空在发动瞬移的时候会两指放在额头前 这是集中注意力在感知目标气的举动 一旦感应到了气 悟空就能马上瞬移到目标的所在地了 就如同刚刚我们说的 剑王神的瞬移是不用感知气的 只要剑王神想到宇宙哪一个角落 新生瞬移就能瞬移 毕竟剑王神嘛 专属神的招式还是要有的 就想去了寻找气这个前摇 瞬移是一项范围很广的技能 只要悟空感知的范围越广 那他的移动范围就越大 也是相当让对手头痛的技能 比太阳圈还容易逃跑 只要打不过 一个瞬移去精神时间屋 上马对手都不是对手啦 这招瞬移也不知道帮悟空救过多少吃场 不觉得如果给反派移到选择题 最想拿掉悟空哪一项招式呢 大家应该会一致回答 瞬间移动 这招实在太棘手啦 气缘斩是克林开发出的最强招式 用手上的气 形成高速旋转要说 至巨刀一样薄的圆盘 像刀一样把敌人一刀两断 这招到最后悟空也学会了 一招相当有用的招式 只要想到切割东西的话 那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气缘斩啦 在剧场版龙珠记地球超级大决战中 悟反变身大猩猩 悟空就在情急之下 用出了气缘斩砍断了悟反的尾巴 让悟反变回原形 还有一次悟空在剑王神啊 得到波特拉耳环 然后剑王神又把悟空复活了 在情急之下 悟空瞬移到波娥背后 一个气缘斩将波娥切成两半 看来在几集的情况下 气缘斩真的是一招非常好用的招式啊 到了龙珠超 悟空一爱是在几集的状况下 用出了气缘斩 在力量大会上 对战吉连时 悟空在一阵偷袭过后 都对吉连不起作用 只见吉连逃到了空中 悟空又用出了气缘斩 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一拳一个气缘斩 在吉连快要解决悟空之际 没想到悟空之前发出的气缘斩 还在四处盘旋 每两下就将吉连脚下的石块 切成四分五裂 吉连在站不稳的情况下 怎么还能如愿解决悟空呢 又被悟空偷袭一脚踢下去啦 所以说啊 气缘斩和瞬移 真的是悟空搞偷袭的好招式啊 戒王拳是被戒王开发出来的招式 这是一个赌博式的绝招 在短时间内 能将支撑战斗力提升数十倍 然后副作用是 战斗过后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一招有点像陆飞的恶打 赌博式的提高战斗力 在战斗结束后的那个副作用 可不是开玩笑的 戒王拳并不是直接攻击对手的招数 而是将自己身体的力量速度 攻击力防御力倍增 可以说是瞬间提高身体的各项能力 能力提升啦 其他招式的威力都跟着直线上升 就如同跟贝奇塔对波时 悟空开启了三倍剑王拳 用龟派气功跟贝奇塔的加力炮 对个五五开 但是当悟空开到四倍的时候 情况就不一样啦 贝奇塔马上招架不住 悟空的龟派气功一下就推赢了贝奇塔的加力炮 虽说剑王拳的副作用极大 但是只要训练有数 身体素质不断的突破的话 剑王拳的副作用会慢慢变得非常轻微 龙珠嘛 赛养人的身体无限奇迹啊 你就别怀疑啦 在龙珠超中悟空在力量大会上对战吉连 就在超蓝状态下 开启了二十倍剑王拳 这应该是那个时候悟空的最后杀手剑啊 但是归为十一宇宙最强战士的吉连 这种状态真的不怎么样 一点也伤不了吉连 奇怪的是 就算开了二十倍剑王拳 悟空感觉也没什么身体副作用了 看来这段时间 他的身体又有了倍数的成长 赛养人的身体真的是恐怖啊 龟派七宫应该是龙珠中最标志的招式了吧 不止在龙珠中 如果你没看过龙珠这部作品 一定也多多少少知道龟派七宫 这是龟仙人的独门绝技 悟空从故事的一开始就使用龟派七宫到今天 而且也随着悟空的成长 龟派七宫又被开发出新的高度 在悟空的手上 龟派七宫又多出了更多的玩法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悟空做不到的 据说龟派七宫是一项能使使用者所有潜能引发出来的技能 这也难怪啦 悟空不断的修行锻炼 现如今的实力跟当初的那个小悟空 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啊 就算悟空学了那么多有用的技能 也没有放弃龟派七宫这项绝技 理由很简单 龟派七宫会随着使用者的能力而增强 悟空现在的龟派七宫 当然不是当初的龟派七宫啦 没有没用的招式 只有不能完全激化招式的使用者啊 龙泉并非原创招式 但是因为他真的很酷 值得拥有一席之地 我不知道我怎么总是觉得 其实悟空小时候在给比克大魔王最后一记的那一拳 就是龙泉的低配版 虽然效果没有龙泉那么威风 但是还是打穿了比克大魔王 然后得到了胜利 当悟空发动龙泉时 他会创造出一条金黄色的龙 这条龙会束缚着对手 或者帮助悟空增强打击力 一拳就能贯穿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 龙泉好像是悟空为数不多自己开发出来的招式 这也是为什么就算龙泉不是原创招式 我还是想让这一招上榜的原因 龙泉首持登场是在剧场版龙泉爆发舍我其谁中 悟空变身超山 用出了龙泉打败了幻魔人 可能龙泉不是太消耗气的招式吧 悟空用出龙泉后 还能保持超山一段时间呢 超山耶 那么消耗气的变身 看来龙泉非常适合悟空呢 在具体中悟空也是用龙泉打败了超级十七号 在对付邪恶龙的时候也是有用龙泉啊 这招龙泉是东鹰替悟空开发出来的招式 真希望以后能将这一招列入悟空的原创招式 龙泉真的太帅了 元气弹是悟空从剑王神那学会来的最强招式 为什么说他最强呢 在剧场版中 元气弹可是悟空解决大boss最喜欢用的招式啊 但是到了主线剧情 这个元气弹效率就比较低了 只有原始不后是被元气弹解决的 元气弹需要双手高举 吸取所有生物的元气 凝聚成一个巨大的蓝白色能量球后 攻击对手 一旦击中对手后 如果对手的邪恶之心越强 伤害则越强大 可以达到对手连一颗细胞都不剩 但是拥有正义之心的人 几乎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元气弹的威力强是强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前摇过长啊 一定要以开对手的注意力 如果让对手发现你正在聚集元气弹 然后采取攻击的话 只要聚集的过程被打扰 元气弹就会聚集失败 然后就得重新再来过 所以说啊 战局瞬息方便 聚集能量就已经很难了 还要求几十分钟的前摇 这对于悟空来说是相当吃力的 除非有个相当可靠的队友替悟空做掩护吧 不然元气弹还是非常难丢出去的 在龙珠超漫画中 悟空用出了破坏神的绝招 当时真的吓我一跳 这可是毁天灭地的招式啊 破坏神 破坏神的标志性招式 它能彻底将一个人后目 从地球上消失 连普通的龙珠都没有办法复活或还原 就是那么霸道的招式 在龙珠超漫画中 悟空已经没有办法对抗合体扎马斯了 因为合体扎马斯 在超级龙珠中得到了不死之身 这让合体扎马斯不管是受到什么攻击伤害 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 悟空在这种情况下 意外地使出了破坏 但扎马斯在身体部分被破坏时 抓住小五当作人肉盾牌 迫使悟空停止攻击 然后扎马斯就反杀打败悟空啦 维师也说啦 悟空的破坏其实连皮毛都撑不上 毕竟这可是破坏神的绝招啊 不过我觉得 能再看过机眼就能再对战时用出来 已经很不错了 就别太苛刻悟空吧 美达摩融合树 是美达摩星人的秘术 至于美达摩星人长得怎么样 到今天龙珠都还没有交代清楚 这都是通过口述 才知道龙珠有那么一个种族 而他们的绝活就是融合 通过美达摩融合树 两个人跳一种奇怪的左右对称舞蹈 然后两人伸出双手 各一个手指对上 就融合成另一个个体的融合树 而这个人得到的力量不是一加一 而可能是单体能量的一百倍 悟空在阴间看到那么厉害的绝招 当然马上请教美达摩星人 这是怎么办到的 当时悟空应该想将这一招学会了 然后再回到阳间参加天下第五道会的同时 将这一招传给悟范或者贝基塔 如果以后地球再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 悟空没有办法回到阳间了 就让他们能通过美达摩融合树 化解一切危机 但是贝基塔搞自爆 悟范大家都以为他死了 所以悟空才将这个重任交给了悟天和特南克斯 让他们成为龙珠第一组美达摩融合出来的组合 悟天和特南克斯很快就学会了美达摩融合树 他们融合出了悟天克斯 实力很强大 但缺点就是太骄傲了 每次都让到融合时间消耗完毕 也没解决掉对手 当然交回悟天和特南克斯这招的人是悟空啊 悟空当然也精通美达摩融合树 所以在剧场版和龙珠GT 悟空多次遇到重大危机之际 一看旁边就是贝吉他 就会要求贝吉他 我们来融合吧 虽然贝吉他千百个不愿意 又要跳一段尴尬的舞蹈 又要喊口号的啊 真的太为难我们的王子了 但是没办法 大敌在前 每次都能让悟空成功说服贝吉他搞融合 悟吉他是悟空和贝吉他 美达摩星融合出来的融合体 非常强大 只要悟吉他登场 所有的对手都能守到勤来 除非自己失误 浪过头了 将融合时间消耗完毕 不然悟吉他一出 谁已争锋啊 OK OK 我知道悟空还有很多很多很强的招式 今天没有说到 因为篇幅的关系 我就整理出我心中悟空最强的招式 如果有漏掉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哦 好了本期内容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钟机 订阅分享点赞 让言说法知道 我是有在工作的 我是孟小佳 我们下期见 字幕作者 松费